这天的多久有问题 找来拍摄 拖枪师姐2020的罗仲谦及红永诚 对战王军兴及邓佩仪 拖枪上个月底杀青 剧中演黑帮的千千和Tony 都说这次合作非常有默契 他们还互战对方 因为之前我跟他一起 拜电戏剧的时候 感受他是一个想法 很多的演员还有才华 所以我跟他合作的时候 我觉得挺新鲜的 不错的 也是一样 因为我觉得千载就是 我合作过里面 其实其中一个最好的 因为我觉得他很专注 还有他内心真的是很好 不管什么情况 就是不管等多久下雨 他一点脾气都没有 这个真的是很难得 就是比着我 就是已经坎人了 没办法 这个在家里面训练出来的 家里面 老婆怎么训练 你还没有结婚 你结婚之后跟我一样 跟你一样 好 这样子好好好 在命为儿科医生的新剧 即将开拍 有份参演的千千就说 要趁现在多拍老婆和女儿 因为刚拍完一个电视剧 到月底才拍另外一部 所以有时间 但是我 怎么说 现在开始全力去 家屋BB的时候 感受到原来 真的非常地辛苦 一天有大概两三个小时 睡觉已经非常地好 代表你的女儿非常疼你了 已经是 然后昨天刚刚看到她笑 对不对 对呀 昨天是她第一次大笑 笑出生的时候 感 我的感受非常地感动 而在命为那些人生的新剧 日前试完造型 Gloria入行七年 终于首度做女号 她依然觉得很不可思议 到现在也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公司有很多很有才华 很帅很漂亮的艺人 但是有时候 因为我挺清楚 我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的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哇 竟然可以有一天 真的和女主这个名字挂欧 其实还是很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希望到时候可以做一个 演一个很好的作品给大家 你很努力啊 为什么这样讲 我觉得艺人呢 是最容易看到自己的 不满足的地方 但是其他人是看到你的优点 这样的 谢谢